哈喽,欢迎各位回到国际大棋局的第二节 进入节目之前,肯证各位按赞订阅,订阅我们的Patreon会员 可以支持我们的业务运作 因为早前两至三个月,我们真的严重亏损 希望可以拿回一些营运费,可以补贴给同事 我自己基本上都是无所谓,对我来说是一个兴趣 我就没怎么计算,因为如果你严格来说,你打算做YouTube 你当一份职业来做,其实现在就很难 除非你是专业喜欢藉着各种,譬如说说是非,吵架 抱着吃花生的态度去做,就可能 或者一直以来,你继了很多粉丝,例如萧珊 大斐哥,啤梨哥,这些是老字号,当然不用说了 你新做,真是很难去做的,很辛苦的 甚至乎现在有些跟你承诺 我不知道Andy有没有看过 现在国内有些女孩子 她是女孩子,穿了很漂亮的衣服,化妆的 她的样子可以看得到,她出来和你大谈性经验 然后把整个节目放上网,她说的是色情 例如我的3P、4P经历 但那个女孩子还要发行装 她不是脱衣服,她穿得很漂亮,但是正经 然后说一些不正经的东西 好像之前YouTube有见过 有的,有的,有台妹 接着又有些是国内的女孩子 可能她上场,或者找一些香港澳门朋友 帮她开个帐户来做 其实是有很多的 那她可以颠到,她一集受欢迎的话 我见那个时候有个女孩子 穿成一套类似OL的衣服,发行装的 然后出来说她什么 我的两次3P和4P经验 接着又说,我读大的时候 就试过有一次什么什么 接着我出来做事之后 接着有一次又点点点 她纯粹是说的,用口说的 但是很高view数,高view数是什么 我想她是萧生的三四倍 是啊,其实说的是瘋 可能说的是几十万人 去看这条片子 哇,你想想她 她没有任何色情拿路啊 没有任何东西 她纯粹化个漂亮妆,穿个漂亮衣服 她的样子都不差 她出来只是说,说了半个小时 接着百几万 我想那不是百几万的 我想也有,百几万就去看了 是啊,是瘋的 然后你想想,这样才赚钱 这样就OK了 如果这样做YouTube 如果不然呢,好像我们呢 金家人啊,我啊 那种做法呢,辞了等收皮 所以基本上呢,我的心态就是 做一天,一天 说多两句,只有两句 接着去到呢 叫做,如果出现什么情况 封网啊,封不封七呢 那我就一起封去,全家产一起 是啊 看看可不可以开一些 其他话题啊,频道啊 或者看其他 想的了,要不就转 那个什么,Uber 是啊,不是Uber 是那个什么,Umba R-U-M-B-L-E 它是另一个来的嘛 是在美国的嘛 叫Umba 好像是 接着另外就 想一想 我想迟一点点 现在随着国内B站呢 很多人都不做 不拍片呢 其实我怀疑的情况是 就是迟些拍片这行 可能 禁制是很大的 就是 有一些可能做开的 以前的 那种他做的方法 他有了 剪辑整个电视节目那些 那些可能会大严 因为如果他一按 那你整对姑娘不起的嘛 可能 你好像我们这些 土炮制作的 隨便 平时 隨便一个 搞定的 是吧 那些可能 你养一个半个人 那你当兼职 那样 但是现在都难做的 因为YouTube呢 有件事 大家可以听一下金家人说 就突然之间 就 很短期内 去改了一些政策 那对我们这类型很不利的 因为 你就算有广告也好 那广告费是以前的 可能是 少很多 就是纯粹 就是可能已经是 有时候黄标也没有 红标也不用说了 那接着 甚至乎你录标也好 他给你的有限公司 纯粹一条片 几元 都有的 就是 那个情况 YouTube可能他们自己生意又越来越差 是啊 因为整个经济不好嘛 那些人扔钱下去 买广告又少了 是啊 所以呢 我想 其实现在是一个最差的环境 最差的情况 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 有时候 为什么 不可以在一些接收好的地方 例如 你不可以在澳门香港 珠海做直播的 要去一些山卡拉的 无端端和你说 去了港西 去了南陵 去了那些什么 什么地方 喂 是不是 走去吵驴仔 那 不是我想的嘛 经济不好嘛 你找东西混是这样的 你断股不会跟你说 那些什么兵工厂 在廣州深圳 怎么会啊 是不是 断股不会 你 唉 有时候这些东西没办法的 走去走去 我想 都不是人想的 谁不想 舒舒服服 他这条坐在那里 接着要找到两餐饭钱呢 这样 那对我来说 就是 有时候 经济是不好的 我开销很大嘛 这个也是个问题的嘛 那你开销那些东西 喂 就算你关门 什么都不做 喂 那你都会烧症 烧光的 我每个月只看医生 就是药钱都过万了 嗯 这件事就是摆在现实 当你 只是不用吃东西 不用出去 有其他开支 只吃药 都过万元 是不是 一个星期都二三千 那你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 唉 有事 大家体谈一下 好了 今天回来 第二节回来 要说什么呢 第一 我就很喜欢海洋生物的 我自己是很喜欢研究那些 譬如 鲸鱼啊 海豚啊 鲨鱼啊 一些藤湖啊 海里面的蟹啊 我很喜欢海洋生物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就是我妹妹啦 2020年 我妹妹就 上了天堂啦 那样 那是 就是 他自己是 本身是 动补分子来的 他是 参与国际 那个 鲨鱼 的 叫做 保育 保育的机构 他是 一个 海洋的 义工团队的人 所以呢 受他影响分头之下 其实我自己呢 就 改变了一些 对海洋的看法的 那我自己呢 一直呢 叫做 在他过了身之后呢 我络络 都有去关注一些 海洋的生态啦 污染啦 等等的事 那我其实自己也是 就是 也都是 有少少是 海洋慈善的 用去帮手啦 写下文章 有的 那 对于我来说呢 那 见到这篇新闻呢 其实是 很心痛的 那这篇什么新闻呢 那 就是 俄罗斯 俄罗斯 出动 海豚部队 那 海豚部队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会训练一些 海豚啦 或者 一些 近似的样子 好像海豚 其实 那个属科 就不是海豚 就属于鲸鱼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那头呢 凸起了一块 好像被人打中了 那样东西叫白瓶 嗯 白瓶是什么呢 他是很聪明的 就是 你在水族馆 有没有见到他 有时呢 有野山那些 你会见到他 蛇 头上来 跟着他跟人玩的 例如呢 当时 很出名 在挪威 有一条白瓶 在港口出现 那些人呢 就常常跟人互动的 走过呢 那些人呢 有时候会喂东西 然后跟他玩呢 喂 那些人突然跟他拍照呢 你拿着一部手机 跌车到海里 他跟他收拾一部手机上来 真的很聪明的 那些智慧呢 海豚 白瓶那些呢 是等于一个人类 就是 一个基本上跟你沟通 他可以做到一个人类十岁八岁的东西 他比普通的猴子更聪明的 那当然他们的智慧呢 其实都不低的 正常来计算 他们的智商呢 就可能超越人类的 只不过是我们不懂 去跟他沟通 因为我们是没有升纳系统的 嗯 我们是不可以 像海豚白瓶那些 去用升纳来沟通的 对不对 我们又不懂他的语言 我坐在船上 看他 那些人说 你看这个人 整个淋雪的样子 但我们听不明白 都只是以为他在那里 海豚唱歌 白瓶在那里 他经常都对着你笑的 他对着你是不是都笑的 那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 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这些东西是很聪明的 那结果呢 就被俄罗斯 拿来训练这些动物部队呢 去做些什么事呢 第一 会叫他们背着一些军用的精彩仪器 一些的相机啊 一些的 可能是水底声波的精彩仪器 去收集情报 敌情啦 第二 直接是用他们 走去背炸弹 那是会训练他们 去对别人的敌军的潜艇 对别人的船等等 去进行这个攻击 甚至乎自杀星的攻击 那时候呢 不只是海豚的 其实呢 在一战二战呢 都有很多动物上战场的例子 我在报纸也写过的 例如曾几何事 那就是你想不到的 神经的 拿一些兔子去背炸弹 炸弹 有这么变态的事 真的发生过了 跟着另外有 试过是狗啊 用得最多的啦 跟着八甲啦 送信那些啦 那海的 海豚啊 奇奥也被人用过的 奇奥也有 试过被人训练他们 然后装相机去拍摄别人的船 那样呢 有些这样的事啊 那现在俄罗斯 直接是被一些大的新闻机构 公布了 他做这些事 海豚战队 那我想问一下 当然 我来算呢 我控制住啦 其实 如果不是我就变了流亡路斯了 现在 我严厉斥责 谴责了 俄罗斯这个行为 是吻灭人性 我就要这样的了 我就变流亡路斯了 就要谴责斥责的了 那你自己怎么看呢 那 那我觉得在他们这些国家 用到这些动物去做 军事上的行动 是真的不出奇的 因为他们本身 那些人权都已经这么低的 那些水平 那他觉得用这些动物是 即是他用到 即是他用到 他是用的 你知道俄罗斯呢 其实那些是怎么没有人性化呢 他贱到呢 那些海豚鲸鱼呢 那些小朋友 那些BB呢 即是他们是胎生的 其实他们数量不多的 例如是一个起两个子 就是说 他们挟持着那些小朋友 叫那些大人去 帮他做事 那跟着那些 那些有性的 那你挟持着他儿子 譬如隔着个鱼缸 让他看到的 跟着就迫他 那你想那小孩没事 那你要听我说的了 要去怎么样怎么样 那样 那样 这么扑街啊 是啊 那真是扑街点的 是啊 俄罗斯这方面 真是谴责的 其实呢 俄罗斯在二战呢 曾几何时呢 之后也被人谴责他的 就说喂 你不可以 唉 当时 都会用这些动物来做事 例如其中一样东西 美国那时候都试过的 但美国呢 就不是特意的 美国呢 打二战的时候呢 试过整个人呢 就 经过 就见一只 一只熊 一只熊呢 一只熊呢 就被楼弹打死了 那怎样一只熊的旁边呢 抱着一只BB的熊仔 那于是那帮军佬呢 就走去呢 收养了一只BB熊仔 那接着一收养了之后呢 那接着你知道啦 那帮军佬来的嘛 整帮男人 喂 就是处理这些事行呢 那不是那么熟的嘛 那接着又打仗啊 拿来的动物园去安置他 他老人家呢 那一直带着一只熊仔 带着他在士兵那个 对士兵去到哪里 他就跟着了 所以那只熊仔呢 是懂得坐军车的 接着是懂得呢 是跟别人讨论的 就是行礼啊 啊 接着还有啊 他还有啊 懂得些什么呢 吃烟啊 因为以前呢 美国的军娘呢 是里面呢 除了有罐头啊 有饼干呢 会跟着烟仔给你的嘛 嗯嗯 那这只熊就跟着人去吃烟 那接着还有打仗的时候呢 那只熊帮手啊 帮手啊 帮手啊 他这只熊 帮手啊 他愈来愈大健的嘛 帮他搬啊 帮他搬炸弹那些 帮他判炸弹那些 嗯 帮个炸弹上弹 其实是在美国的 好出名的这件事 因为这只熊的 最后呢 他是 去到打仗了 之后呢 年老呢 就 人家就想 哎 哪里收养射他呢 递他去动物园嘛 谁知道 但他去动物园才发过 原来那只熊 他就好像人那样,会吃烟的,那些杂性基本上是圈掩到跟一个人差不多的 后来就被迫着,那一队士兵有两个人在当地的 再用一个寄仰的方式去照顾他的下部势 整件事在美国很出名的 现在是弄了一个雕像在镇上,说他是战争英雄 因为当时美国总统是颁英国勋章给他,他中过弹 他这么大只还没有弹 他试过台蜜之味,不知脚在哪里中过弹 所以美国总统,我记得是谁,好像艾森豪威尼 帮过英国勋章给他,帮给这只红 他有阶级的,他在军队里面是 不知道升到做什么,邵卫尼 有阶级的 他当兵打二战打得全程 但是他不是专专门的,只不过是军佬托到 然后养着他 所以他懂得打球,懂得吃烟,懂得看漫画 他拿着美国队长的漫画看 美国队长本身设计出来,就是二战时期 真的是那个时代 日本文化叫Captor American 那时候派给军佬,派给平民 去团结美国精神 所以类似动物的案件 真的有很多 但是你现在俄罗斯 其实被揭发,为什么呢 那时候在霸令海峡 其实也试过发现了一些 譬如是海豚白瓶 他是 他背着俄罗斯 那些军用的东西 接着被一些渔民 被一些平民 发现了,然后他游向渔船路 那些人就帮他拆走 很明显那些就是脱北者 同脱了一个机制 那些 僥倖新环的海洋生物 所以背着背着这些东西 那这件事 其实是不是很残忍呢 我觉得不单止残忍 其实你这样做有天然 我觉得 你有没有听过很久以前有个传说 发现了一条人鱼BB 接着说相传阿德兰提斯 那些人来的 在我很小时候 八多年那时候看报纸那宗新闻 接着说呢 有个人鱼BB 他最后也是被俄罗斯捉走了 整件事 这个 又没什么人罪 很早的,我很小时候在报纸看完 接着在90年初 在《讀者文集》那一次 又是俄罗斯战艦 又是俄罗斯军方 我说你这些东西也是 捉这些古怪的东西 对啊,你说以前的苏联 对啊 苏联那时候是很瘋的 他们找动物做实验 把狗换过头 对啊 你有没有印象呢 有 我们现在做实验 最后也是把淡水的红津鱼 扮三文鱼给人吃 最过分的事 只是莫居这些 但是他们是这样的 对啊 他是活体的去做 他是生猴 那头是换了 正如 在港西做的 动物实验 最恐怖的都是屌鱼仔 对吧 这一堂最大的 是屌鱼仔 但是 他那些 他那些是这样的 大哥 真是 叫你揹个炸弹啊 揹草木机啊 接着是生物来的嘛 逃避到那些 潜艇那些 偵察那些 那些 你真是一条鱼来的嘛 当你是一条鱼 接着你揹个镜 就去拍别人的敌情 接着回来基地 如果不是 你想见个儿子呢 那就游一转 帮我做点事 喂 大哥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应该要谴责的 如果那些国家 你俄罗斯好 你北韩好 什么国家都好 利用动物去做这些事 应该是要受全世界戚责的 是 全世界元首都要摩俄罗斯上身 只要很严厉 只要很严厉 这样去斥责他 是全人类的命运 都被这群人败了 要这样 要这样去谴责的嘛 喂 就是梦红龙丝那种 一定要他那种 语气才行的 才能显得到严重性 不可以像 斯奥文俊那些败女 嘻笑 嘻笑老马 不行的 不可以正经些 好了 譴责完这个大类 当然啦 我们也是其他新闻的嘛 今天呢 第二条新闻是什么呢 第二条新闻呢 就是说中国呢 多地爆发 资源体肺炎 多人出现 大爆肺啊 哇 那发生什么事呢 那当然啦 新冠疫情呢 就会严重的 很多地方封了啦 出现了大白传说 对不对 就是穿着大白衣服的 嘻嘻嘻 因为有这首歌 我现在还会唱 接着呢 又出现了 这个广州 有个妙龄女郎 就是长发的 身形正常的 好像刚才说的 脱下衣服那样的 但是呢 就在穿着衣服的情况之下 给城管 再加上那些大白呢 哇 用SM的方法 扎着它 跪在地上 真的啊 SM那种呢 那种 就是那种 是SM那种 那种 那种叫什么 什么成结绑 还是什么呢 是特意跪着胸 然后特意走去 在他身上 是扎到 好像人家 真的好像 像SM那种 那样的扎法 然后由街示众 那之后呢 去到之后 喂 当然有个 症的问题啦 打症啦 不打症 吃药啦 年花清溫啦 吃到你那样等等 接着去到最后 才发觉原来不是 打完症就可以了 来到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次 甚至乎是有些人呢 据闻只是 病情的常态化 去到已经发了 七至八次很有 那在我们来计 那最熟悉的就是 我们的台有个主持 那谁呢 就是我啊 接着呢 它就已经帮忙了 纵了第三次 那就是 纵了之后 krie着他 那就急着了 身材有问题 然后差点点 然后送了去医院 因为这件事,间接就搞得有不几大笔钱 顶呀废,真是现金金的,没得涉及 真的假扮给,几十万,不是开玩笑 好了,他现在跟你说 又有什么资源体感染 然后有很多年轻人 有些青年人 其实情况是很多的 例如他告诉你,是多地爆发 那我自己呢,其实国内 那些人基本上没有感染过,就不能叫中国人了 坦白说,当然会感染过 不是两次,不是三次都起码 起码有一次半次 基本上我没听过有人说 我从头到尾,没有中过什么抗疫苗 没有中过肺炎,我没听过 那我自己呢,例如我跟一些 譬如有些地方 例如吃东西的,我跟珠海的地方 例如 那个地方,你应该是香港人 可能不多熟了,就很出名 有一间酒店叫《来美丽》 那我跟这间酒店里面 可能吃一些不同的 中菜啊,西餐厅啊 经理啊,部长啊,管理层都 可能很多年了 因为都十几二十年了 接着呢,就比较熟 我问过一些经理 他说也是的 譬如他们自己,经理本身 又或者那些年轻 譬如说那些很年轻的 十七八岁,十九岁 就是临时工或者是那些 那些叫做,救十九岁 接着出来是做正规工的 就是补餐的 都会出现一些情况 譬如 蛇都会身体很虚弱 接着说他们呢,不够铁 即是不够铁质 那就是贫血啊 甚至乎呢,我也都会 认识到那些人呢,说真的 譬如是港州,珠海那些 会长时间,例如她是女孩来的 那都是很瘦的 随时保持着一个很瘦的状态 那例如 譬如有整 一六五,一六六cm高 那原来计算 连九十磅都没有的 完全是,吃也都肥不起的 接着呢,不停去看医生呢 都是给一些中药啊 叫他们什么养好生子啊 那 正常来说 喂,不会这样 是好像毛子径那样的嘛 那但其实现在呢 在国内呢 你会感觉到那些人的健康呢 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那现在又爆了这个呢 又多地感染 那即是刚巧呢 Andy呢 不知道 他在美国呢 他是做这个药厂 健康相关的工作的 是不是 是 那家公司叫Umbra 是不是 是啊 那是什么呢 那大家如果 打开机呢 你玩新发尼机呢 或者看电影呢 你会看到 在美国有间药厂公司 叫Umbra 那是做这些药啊 那些东西 那那个logo是整把雨傘的 所以叫Umbra 那样 那雨傘呢 就不是雨傘运动 雨傘运动的 那是黄色的 那Umbra呢 就是红色白色的 那大家可以自己上网 按一下吧 巴佬哈山好 Umbra好 你都找到了 那你作为Umbra组织的要员 喂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其实刚才我说过一堆东西 你用一个专业一点 新发尼机的角度来说一下 究竟发生什么事 其实它这个也是一个肺炎的一种来的 但是它这个比较特别 因为我自己上网做了之前 它这个是非典型的肺炎来的 即不是一般的 即不是一个很普通的肺炎 嗯 特别是因为这一种肺炎体病毒 病菌 它不是病毒 它是病菌 即是细菌的一种 它不是病毒 即是细菌引起的肺炎 即是肺炎体病毒 病菌 对 那怎样在哪里引起 或者在哪里流出来 哪里爆发 这也是一个疑问 嗯 即是无端端有一群人是感染了这个病菌 嗯 你觉得呢 其实整件事 其实是不是都是一些疑变呢 病毒 嗯 又未必是疑变 因为它这个是病菌来的 它不是之前的corona的病毒 即是它是不同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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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慢慢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那我觉得大陆的卫生 一向都不是说 就是 就是 那么好的 哈哈哈哈 那你怎样去 就是这些通常都是说 是密集式的地方 譬如是学校啊 或者那些老宿者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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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容中心呢会爆发的容易 嗯 那為何會白色在這個匯片呢? 因為這個是,如果你不醫的話 那你長期會引起它那個纖維化 是的,你好像實了,你拍出來就白色了 是的,你的組織不好,或者壞,變壞,那你就會實了 你不是好像平時的組織,是有血液流通,是軟的,健康的是正常的 好像你的手痛,或者傷了都會硬化的 嗯,那其實,你以你這樣看,其實你覺得整個世界 不論你在中國,在其他地方,都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還是,其實你覺得,只是中國這麼不幸,集中啊,哎呀,真是 每樣東西都有你份呢? 那,說真的,如果這樣看這件事,我就覺得是,到處都有機會的 那,就是,稍微的衛生意識不好的地方 應該都,都有機會發生了,譬如說的是印度那些 好像他們的衛生都不是那麼好,人口又多 那其實都容易會有這些東西的 但是,你說,為什麼這次又是大陸呢? 那我就真的,真的,真的不知道了 明白,那你作為這個Umbella組織的成員 你有什麼去推介給大家呢? 除了你盡可能在人生裡面認識一些朋友 例如,那個名字叫Leon,對吧?Leon S. Kennedy 例如,認識一些性別,即是一些性別,即是一些性別 是姓Refuse,CrisRefuse,CareRefuse 那,最好你在中國的,認識一些羊名,叫Ada的女生 然後,可能可以頂多一下,或者你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那些第七第八集那些 那,就是,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最好是學會去用槍械之外 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呢?即是,面對這樣的疾病 大哥 你預防,我講的都是要自己保持衛生啊 意識高一點啊,就遠離很多人的地方 即是,不要經常群這麼多人的地方 還有這個呢,我看的資料是說 是40歲以下的人會容易重招一點的 我告訴你,絕對不是的,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呢,我那時候,也不是那時候 其實早前,我去過廣州的嘛 其實廣州呢,我那時候認識一些人的 認識一些人呢,也試過有時候 譬如,搭上搭,例如 出去喝東西,認識到一些人 那我曾幾何時呢 我試過有些廣州的女生去說過 他自己呢,他也不在這個年齡層的 可能是一些年輕一點的 即是,二十多歲,二十六七歲 都中過一些肺炎的 整個肺炎都出來白色的 而他來的,可能他也是做一些文職啊 或者是教書啊,這樣而已 他只是在學校裡面教書而已 女的老師啊 那他,證明了一件事 那為什麼會有呢? 那可能是一些學生啊 中了就傳給他啊 接著又拿東西啊 學校是高位的,學校是高位的地方 是啊,那你在這個地方 那不代表說,我不是只有十幾歲啊 或者是年輕人呢 其實不是的 我有實證就是 二十七八歲,女教師 接著都中了招 是啊 所以 現在這個情況呢 其實不是說玩的 即是我覺得 無論如何都好啊 大家要小心啊 那你說香港 現在又說那些肺炎制度 全部都跟著大陸 對不對呢 即是你接下來也是啊 古靈精怪的 有些譯名啊 所有東西編號 跟著各課的 那 都是那一句啊 小心啊 是啊 你有沒有什麼 就是 中谷被聽到門呢 中谷啊 當然 自己收拾吧 哈哈 另外呢 對這些 就是叫做 肺炎也好 病菌也好 最有效的 是不是一些 綠色、紅色 或者藍色的草藥呢 那些是清溫的那些 是啊 總之在任何地方 角落 看到有一個花盆 上面有綠色、紅色 或者藍色的草 接著你 應該摘出來的 是不是應該這樣呢 是不是這樣 是有效一點的呢 這些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這些都是那些 忠誠藥 什麼東西 我就不知道它混了什麼 是不是 哦 你這樣說 新牌機騙人的 其實應該是有什麼事 蓮花清溫 就可以代替了 是不是 唉 這些很難說 真的 蓮花清溫 說真的 大家不要亂吃 因為呢 我呢 我本人 我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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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兩天蓮花清溫 然後呢 它是寒的 如果你的人是寒的話 你不要吃蓮花清溫 因為我當時吃完 是超級不舒服的 然後呢 中醫師告訴我 你不要搞什麼 不要亂吃 我 我開頭是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我當時呢 是 再洋了 然後想要吃蓮花清溫 結果是 情況越來越壞 是這樣的 是 然後我們 廣州聽眾 T小姐 他弄一些 鼻液痛 那些東西 才沒事 是啊 因為他這些忠誠藥的成份呢 不是每個人都合用的 就是他忠藥 其實每個人都要因為經過中醫去打默去 去定那條方案 你 如果你這樣自己拍 是 你真是夠拍 是不行的 另外呢 大陸是很流行的 你有什麼事 你內傷外患 任何問題 混不了女兒啊 晚上失眠啊 都是打點滴 我是聽過的 都是叫你有利無利 跟你打點滴先 那點滴有三個價錢的 分別是100元 200元 300元 和特級500元 那麼 打500元那支呢 是補藥來的 你有病是醫病 沒有病是強身 是這樣的 真的 大陸是很流行的 跟你說醫院也是 那些什麼診所也是的 你老闆 有幾種不同價錢的點滴 總之你貴的有貴的 總之有病 有病跟你搞定他 沒有病 強身健體 那些人是瘋的 有時候沒有東西做 可以說 國內的女孩子 真的沒有東西做 你正常的 看電影 看衣服 和你去吹水 逛街 那些也正常一點 有氣質的 例如跟你說去梳城走梳城 去看書 聽聽聽音樂 都正常一點 聽聽音樂劇 那些 有女孩子 網上交友 約你去打點滴 去 就說 一起打點滴 強身健體 那樣子 真的 所以那些人都不清楚 是打什麼進去 其實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打點滴 你打生理鹽水還好一點 你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打下去 打完變成了 暗啤喇 那些東西就死了 只是他的針筒 都不知道乾不乾淨 你也糟糕了 我很害怕 所以回大陸 如果你講到那些醫療相關的事情 甚至乎 你說 你回來 我幫你 調製靈藥 讓你強心撞 然後沒有事 就醫了 我不用了 哎 多謝了 對 整個都是這樣 你說 他那些西醫療 真的 他用的用具 都不知道 消毒得怎樣 你知不知道 你消毒少些 那些 因為大陸很恐怖 他那些所謂名醫 其實他是銷售者來的 他們不停上網帶貨 走去買忠誠藥 然後跟你說有什麼寶品 養名丸 救生丸 有什麼強身健體 延年一壽 然後你買吧 買吧 買給老爸吃 買給老母吃 自己就拍吧 趁他為了賣東西 他的專業資格是可以買回來的 他沒有臨床經驗的 是 因為國內很流行 你線上諮詢 然後諮詢完 他就告訴你 對家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就是那個超級醫師 不知道在哪裏拿獎的 又不知道是哪裏 是哪裏醫生 就是他不是 那些 那些 國家受害 那些 他起碼是醫院 或者他自己 在私人診所 他也不是那麼容易 他不會在網上找到他的 因為那些人 本身在國內有錢人 其實他一定已經馬住了 是啊 他看過雙方感冒 都可能千幾二千元的 那他稍微做你的平民生意 他不用做他的平民生意的 當然 喂 有名 不要說有沒有名 你給一個稍微厲害一點的主意 你在大陸那裏 那些人都排隊 那他幫那些人都是幫了有錢 有錢人 或者官商 權貴 對 權貴 他先醫了 還要給人家收好禮物 因為這個 我以前有個同學 是上海人 就是他兒子 在留學 他跟我說他老爸 在上海是做醫生的 是 他說收好禮物收到手很遠 因為他哪有錢出來留學 不是說笑 是真的 是真的 你要去後門才找到這些人的醫療 大哥 喂 你一天看他幾個人 那些醫生 你沒有錢給他 你去看那些人嗎 我現在的心 我的心臟有問題 第一 澳門 整隊 心臟科醫生 整隊精英 高手 鏡湖醫院 去跟我的個案 整間鏡湖醫院 醫生都認識了 第二 去幫忙跟的 就是廣東省 獲這個 國家主席 平肖 頒獎 其中一個 叫國家十八名醫 那些是真的 他真的被譽為天才院長 又怎樣 在國際上 他有名的 然後他去看 然後他有專科的去幫忙看 他用國際標準去看你所有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有的呢 我自己 突然說他在門親 叫做廣東十大名醫 那不是的 是因為一些 uncle 領導人 他們介紹的 那些會和你做諮詢 當然不會 那些會和你做諮詢 他街上也不多 怎麼做 普通平民百姓 那些他會上網和你做諮詢 不會的 他可能會有一些聯網醫生 那些都是正規醫院 診所醫生 是打他工的 他是他下面旗下的 但是他自己來算 基本上是可以看的 不是什麼銀行行長 就是領導人 這樣的個案 就是我講的那些 打黑超兩千元搞定 是這樣的 你變成你現在國內的情況 譬如你普通那些人 唉我有些不舒服 接著有些貧血 吃一些不同的中藥 吃一些中成藥 先打兩支點滴 那些呢 又差很遠 那些國內醫保 跟你說其實是越醫越老套 你就掏了一大塊錢來貼 整件事我發覺 那個醫療呢 其實現在大陸的情況 是越來越衰 能化到第三世界國家 我用這個詞是什麼詞 你聽著 是能化 他變成一樣東西都是 他賺錢為上 跟著 還有那件東西 質素成異 其實這個問題是 以前十幾二十年就開始是這樣 是不是 因為他高速發展 我們小時候出來抱 那些宿府教落 在大陸有些什麼事 吵架 吵架 都喊到花很滿 自己去山頂也好 鏡匯也好 在大陸不要 走去信大陸醫生 那一會兒 我去車載你 車載你很混蛋 走去黑死喜倌 被人舉 我小時候 十多歲 那些宿府也是這樣教落 不是開玩笑的 那你說 那一定是有偏見 現在國內的 不知多好 多標準化 那就各看 那 我們這次的節目 到這裡差不多了 那 今天很辛苦 Andy 兩地時間的差異 文化不同 那接下來呢 大家呢 再看看 夾一下 譬如做些回憶篇 那 沙利蛋糕呢 純粹是一個試驗來的 那 可以說一下其他事情 譬如說一下我們那個年代 的漫畫 那個年代 我不知道你打不球 踢球的 我踢球 那時候 沒有那些互聯網的 有 哪有沙利電話的 那時候 大家都 是 我也是的 踢到白飯園 那時候 踢十個小時 那時候 是呀 真的可以踢很久 那時候 是呀 那時候 是呀 那時候 但現在你跑 那十分八分鐘 都不成功 陸塵 我跟你說 穿著足球球衣服 印著豹仔 跑去打完籃球 還有 跟隊時間 沒事做 那邊籃球場 有位 過去打完籃球 然後 再回去 踢足球 我試過一天內 踢球 打籃球 打排球 一天內 三樣東西都做了 其實神經病 現在想起來也神經病 那時候 那個運動量 是瘋的 我試過連續地跑 真的踢足九十分鐘 然後 我那時候有個二十多歲 他說 你不累呀 他問我 因為我 我在他前面 直接在中場 起腳 是踢那些 九人牆 九哥踢九腳 那些 中場就扮 那時候還沒斷腳 腰力夠 很厲害 我小時候 我是踢地區代表隊 厲害 是 那時候 中場 起腳 扮 其實我小時候 我長住一個位 那個位 叫防守中場 OK 事實上 我從來沒有踢過前 我一直都是 踢中場 長時間 都是踢中場 第二個位 就是左踏 然後沒有第三個位 沒有的 以前我還沒斷前 踢球 是長住兩個位 找一次的節目 可以說一下 好嗎 那 有時候 尤秀大哥也有在唱 LMF 給你球場看 真的益了你 看底 有些事情 小時候在球場 都看不少 包括我小時候 當我也是 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有個十二歲的小朋友 跟我說 他十一歲破處 我再哭了 難聽說 我連女子的器官也還沒有看過 還沒有看過 真的不知道 吃完了 我忘記了 我十歲 我十歲的時候 他對我講 一個十二歲的人 跟十歲的小朋友講 我上去哪破柱 蛤?你没见过女孩子在那里? 蛤?不是啊,所以后来 对我人生也很大影响 因为我太好觉得我 其实我有很多优点,但是这方面比较疼的 所以我就立志,将来无论如何 我也有一家自己夜总会,要经营色情行业 真是不做不开心,我要做娱乐大亨 要做赌场大亨,要做夜总会大亨 好了,今天立志完毕了 那我们三会了,好吗? OK,那我又要三会,然后准备港交会了 好了,明天回来,拜拜! OK,下次见,拜拜!